台北市的 善傑 吳宥軒 潘泰成 王湘元 沈柔宇同學們 以及他們帶來的 各就各位 做自己的安全守護者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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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日新國小四年級的DMC小組 這次會選擇校園安全當主題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獨自在校園活動時 會感到害怕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讓大家熟悉校園的安全設備 在學校活動時也能夠有安全感 接下來就由其他組員來做更詳細的介紹 首先讓我來介紹 感受這個部分 首先我們進行感受 所採取的步驟 我們不互相討論 自己感受關於校園 還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再來將所有的想法都寫在紙上 直到想不到為止 最後會利用YES AND 以及NO BUTCH的方法 將題目刪減到最少 之後我們選出了兩個 我們特別注重的題目 一個是關於保健室 只有一間導致有些人 因為已經太遠 無法及時過去或就乾脆不去了 第一個則是因為 校園進出的陌生人太多 讓學生覺得校園不安全 這些都和我們的生命安全息息相關 不過我們必須從中選擇一個問題 在經常發生的小問題 和偶爾發生的大問題之中 我們經過了一場串的討論 最後決定著手關於陌生人的題目 希望可以講求解決方法 按錯點 按錯點 接下來我要介紹想像這個部分 我們想像的完美情況是 所有人都配合患症的規定 因此學生們在學校裡 可以輕易辨識萊克的身份 而比較放心 也因為患症的關係 校園學校會百官進出的人士 我們也才不用擔心陌生人 藏在陰暗或偏僻的角落 也就是說 校園任何地方都能安心活動 不受限制 而且關於有什麼緊急狀況 我們也知道緊急按鈕的位置 並盡全力保護自己 我們總共想出了九個解決方案 因為有些方案是需要金錢 而且不是我們自己能辦到的 因此在篩選過後 只剩下四個方案 分別是 1. 撤製大地遊戲乘光活動 讓學生知道校園有的安全設備 2. 運用平板掃描QR Code 讓學生參加和校園安全相關的有獎針達 3. 拍攝影片 教導學生如何應變 4. 製作統計地圖和下園設備位置圖 接著用我來介紹實踐 我們實踐共分為四個部分 分別是資料蒐集 揮畫活動 活動開始 影片拍攝 我們資料蒐集 共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 擬定訪談問題 訪談相關人事 由警衛 總務主任 校長 學校老師 主要問的問題是 校園安全處理程序 校園發生過哪些重大安全事件 校園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等 第二 教請同學用設備 在校園體面中 標示自己比較聚怕前往的角落 目的是希望學生聚怕的角落 是不是有不夠的監視器與警報器 我們規劃活動共分為四個步驟 一 拜訪銷獎說明的內容 二 設計闖關活動題目 三 製作學習單 抽獎槍 四 規劃運動局關卡 超選部分監視器與警報器的位置 放置銀章 之後 我們在某一天的兒童招會 我們吹完少子歌 呼了口阿翔文字令談 向全校師真 註明我們的安全闖關活動 活動時間為期一周 全校部分低中高年級 都雙重在校園裡尋找監視器與警報器 而一周五 共回收258份學習單 打對校內監視器與警報器的數量 可以得到 用電腦選套抽獎的抽獎資格 並在某一天的兒童招會 我們請校長親自頒發生生警報器 與安全會本共14份 接著我們進行影片的拍攝 我們先設計內容及對白 再拍攝影片 影片內容主要強調 遇到陌生人時 不能過度反應引起他的注意 也不能跟他離開現場 但是我們將影片給校長觀看之後 校長認為有時校園有研習的老師和參觀者 如果直接離開不太禮貌 因此我們做了一點改變 遇到陌生人時最好的方法是 及時報告老師和校方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觀看這個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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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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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為大家示範 帶到莫生人時該做正確主動 就是不跑不雨不回頭 老師會不會有一個在市別的不認識的莫生人 對啊他好奇怪 真的好那我趕快聯絡一下 這部宣導影片片長兩分多鐘 提供給老師在班上播放 大部分的班集都是利用吃午餐的時間觀賞 讓學生們知道遇到莫生人時該如何應變 有些老師希望在上課時代學生到下園繞一圈 尋找更多安全設備 並教導這些安全設備如何使用 讓學生保護自己的能力增加 我們還設計了成果海報 內容有 1.地圖標示攝影監視器位置 這是我們和學校不論拿的 校園安全設備平面圖 2.我們將拍攝的莫生人影片轉成 QR Code 供進出學校的家長學生掃描觀看 3.自編自身安全守護小師 我們自己編了一首自身安全守護小師的內容 緊急按鈕要記熟 反惡掛正義判別 隨身警戒莫輕忽 校園安全共維護 他故意的 他故意讓大家可以掃QR Code 大家趕快可以掃一下 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活動讓我們對校園的安全感增加 最後海報上還有廠方活動的頒獎照片 讓大家知道我們的活動 演出必行有始有終 我覺得這個活動讓我們對校園的安全感增加 我覺得遇到陌生的應變方式 用yes and和no buzz的方式討論和民主 我們今天拍一片很好玩 哎呦你們都把我想講的講座了啦 沒關係以上也都是我的想法 謝謝大家 謝謝這五位同學 你們在做完像這樣的這個DFC的挑戰之後 有沒有同學們對於你們抱持這種非常支持的眼光 或支持的態度 有沒有受到鼓勵鼓舞 有沒有 有是不是 你有什麼可以分享的嗎 有沒有同學說 哇香圓你好棒喔 謝謝你幫我們解決了心裡面的大疑問 有嗎 有沒有 有些學生有 有些學生有是不是 所以其實在於你們的這個努力之後 獲得了非常實質的這個回饋對不對 所以你們也覺得很開心很有成就感對不對 對 好非常謝謝你們日新國小的同學們 來我們請我們的這個輔導員一起上來拍照好不好 謝謝我們的羅一鈞輔輔導員他的引導還有陪伴 其實孩子們總是會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不一樣的想像 這時候身為師長的支持跟陪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謝謝這些辛苦的不管是爸爸媽媽們或者是老師們 還有妹妹們也是一樣 來 往前看喔 好謝謝謝謝這些同學們還有辛苦的家長們還有輔導員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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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